评论区网友们都说 齐瑞的发动机和变速箱都是东拼西凑的 说根本没有自己的技术 没有自己的东西 都是抄袭别人的 老铁们 原因是这样的 上些日子我发了两个视频 说齐瑞汽车发动机是哪国照的 谁的技术是自主研发吗 还是逆袭别人的 这家伙 视频评论区就开花了 说的五花八门 大多数说的都不对 但也有说的针对的 今天我们就再次深拔一下齐瑞的故事 有说不对的地方评论区留言 我先说一下 齐瑞的发动机 不仅拥有日系发动机的耐用性 又拥有德系发动机的动力 它不会出现德系发动机 供与数大的骚的问题 我说这个大家同不同意 有没有反对的 非常完美的发动机 就算很多核子车企 也看上了齐瑞的发动机 但是他不好意思用 那么话说回来 齐瑞的前身是1997年成立于安徽汽车零部件工业公司 当时它的主要业务就是研发发动机 而且还花重金购买了福特二手的发动机生产线 花了多少元的不太清楚 经过两年的研究 在1999年齐瑞第一台发动机下线 后来齐瑞又与奥德利李斯特AVL公司合作 说白了就是花钱学手艺 派出去了很多工程师去学习 大家又会问 这个奥地利李斯特是什么玩意儿 我来简单的说一下 奥地利AVL公司又叫李斯特 它大有来头 不可小瞧 它是世界四大内燃机研发公司之一 在全球都有很多车企都是它的客户 1995年李斯特来到上海设立了 代表处 大家又会问 还不是学人家的技术 偷学人家吗 根本就不算日文发呀 小红子我认为 这个真的就没有必要去抬杠 要正确的面对事情才对 试问哪个汽车品牌 不是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就算大名鼎鼎的丰田早期的发动机 也是由丰田的创始人丰田洗衣郎 在许富兰和德国购买的发动机 然后拿回来 自己再进行反复拆解研究 然后才出来了丰田发动机 再说了 大众的这个EA858发动机 大家都不陌生 也是当初大众委托德国FEV 这家内燃机研发的 德国FEV公司 也是世界四大内燃机研发公司之一 我还告诉你 你若不是一个正硅的大车企 要不是像齐瑞的大车企 就算把这个什么专利啊 图纸给你 你也照不出来 你没有那东西怎么照啊 在你说的也是废纸一张 到了2005年 首款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的 齐瑞发动机下线了 齐瑞成为当时能够自主引发 发动机的第一国产品牌 当时齐瑞的国产品牌 还都采购三零的发动机 并不能自主引发 齐瑞最牛的就是1.6T发动机 齐瑞的158系列和星龙系列都有打摆 私兵前的车主都知道它有多好 采用了铝合金钢铁 钢内直喷 快速升温冷却等技术 扭矩290 马力197 参数可以批免很多 核制20T低功能发动机 当一些核制车机 都在相继推出20T发动机的时候 齐瑞很长一段时间 都靠这个1.6T涡轮增压发动机活着 虽然这台发动机质量非常好 自帮百万公里 油耗低 故障率也低 动力也非常优秀 声音和震动都非常小 控制的 但是终究不级别人的2.0T发动机 于是到了2021年 前月第三代机 又研发了2.0T发动机 采用了米勒循环 第二代自销燃烧系统 组织的358直喷系统 可变排量机油泵 双平衡轴 以及它的鱼堵型的一个进气道 能让钢内的冲击效率达到更高 结合358直喷系统 油气混合更加充分 所以说它的发动机不会出现烧问题 马力254扭矩390 后来又为青涂和瑞乎9 升级到了261的马力400的扭矩 打点在青涂系列和瑞乎9上面 那么说到这里呢 也说了很多了齐瑞的故事了 其细详细的呢 还有 但是由于时间关系呢 咱就不能说那么多了 总之呢 齐瑞埋头虎干 钻研技术 国产发动机 老大的名号 实至名归 齐瑞可以说是 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了 从一个小毛草 反而埋头虎干这么多年 有了这样的成绩 实属不易 如今它的1.6T20T 绝对是国产发动机第一梯队 就让很多车子车子也都看上了 知道吗 但他不好意思用啊 齐瑞这个大品牌 和二品牌 他就舍得用了 往自己俩人贴金嘛 所以说大家不要老纠结啊 到底是不是百分之百研发 你要说百分之百研发 这些车也没有一个百分百研发的 因为全球第一台发动机 就出自于德国 完了 后来出了很大 很多个内燃机研发公司 和胜软线 大家都是拿过来去购买研发 都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 没有必要纠结 你只记住 他这个车企 他这个品牌 发明变化箱 能不能用住 就完事了 别的地方跟我们没有关系 你有很多合成车企 或者是国产车企 都是自走研发的 自于怎么整出来的 他不实用 他毛病都有什么用 跟没有什么关系呢 对我们老百姓 我不管你怎么弄的 不管怎么整的 油耗低动力竹毛门少 就是我们想要的东西 甚至别的地方 跟我没有关系 不要去抬杠 没有意义 没有任何的意义 知道吗 那么市民前的小伙伴 对我做的 有没有不同意见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 拜拜